善西的吃货 堕的太太 从西南出发 围着善西 砖上一圈 东腹的 西腹的 善南的 善北的 各有各的酱酒 各有各的味道 要像叠的聊 吃的颤 善西吃货 一定得看 善西吃货 叠边善西 开始 从福寅高速去滨县 下高速过金河桥 就能看到这尊巨大的雕塑 这就是周族人的先祖 公流 就是他率领周族人从陨西迁到这里 并给这块地方取了滨这个名字 周族人在滨县的繁衍生息 已经成为久远的历史 但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 有据可查的文化遗产 其中 公流的九十孙 古宫胆妇 虽然率众离开滨地远赴齐山 但古宫胆妇的妻子江女 却给当地留下了一道 流传至今的美食 玉面 玉面是面 却是传统面食中最靠近凉皮的一种 古籍中的技术是古宫胆妇南迁过程中 齐齐江女把做玉面的手艺传给了沿途各地 最终在关中形成了面皮 而在齐山则演化为擀面皮 像这种看起来磁石筋道的白色面罐 就是玉面 卖的时候要用刀子切成这样的薄片 然后放上醋水 蒜泥 辣椒 香油等调料 就可以上桌交给吃货们享用了 文大师 你说这玉面口感为什么会这么筋道啊 里面放了什么呀 这个鱼面是在饼鲜陪有的一种吃货 它这个加工类似于在那个洗腹那个 干面皮的那个前期加工 一定要洗面紧 提面紧 然后以后把它沉淀了以后 经过加热 然后就蒸出来 再切得很薄 用这个辣子粗粗粗的一条 再加些豆芽 做个吃饭 很舒服 冰县人喜欢吃的一种主食 我觉得也算一种小吃 就像咱们喜欢吃什么南铁米 冰县玉面 按记载 据说是汉唐等王朝建都咸阳长安 历代都要把这玉面纳为贡品 后世就把这进过皇宫的面食叫做玉面了 而真正的玉面又应该叫个什么名字呢 在滨县城里 王家相 王穗民的家里 不到下午五点 他已经要开始制作玉面了 做玉面的开始是普通面食制作中都要经过的活面 手法不用多么复杂 但水一定要慢慢地加 直到这面活成葫芦的一团 然后要加水去洗面了 洗面过程中 眼看着这水越来越粘稠 等到洗出这失去面粉的面筋 这道工序就告一段落 王师傅依次要做四十斤面粉 如果用手工洗面 工作强度太大 还好 现在有人发明了这个洗面的机器 就让老王大为省心了 一般老王用这机器洗上三遍 然后用手把洗出来的面筋再洗上三遍 四十斤的面粉 最后就洗出这三大盆的面水和这样的一堆面筋来 而这面水接下来要沉淀六到八个小时 才能开始制作浴面 夜里三点多 王师傅和妻子开始上班了 妻子郭彩霞的工作 是先把这几盆经过沉淀的面水里的清水避掉 这个沉淀的过程在古汉语当中叫做浴 因为这个工序必不可少 所以冰线的所谓浴面 最早是叫做浴面的 在妻子处理面水的时候 王师傅在忙着收拾厨房里的锅具 说来奇怪 这做浴面的锅 起先是要做成这双层的 两个锅之间加上热水 为了让两口锅保持一定的稳固关系 王师傅用铁丝固定住锅的把手 还要用木鞋把两锅之间的缝隙调整到最佳 这边妻子郭彩霞 要把经过沉淀的面水再次搅均匀 经过沉淀的小麦淀粉细致而紧密 所以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 仍然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上锅之前 这面浆里要加些碱面 一来增加筋度 再者也利于成熟 这加过碱面的面水倒进锅里 王师傅两口开始烧望炉火 这种隔水加热面水的工艺 实在难以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 但王师傅说 这个工艺叫炼 看看 仅仅一个字 让这个工序变得明朗 变得容易理解起来 从王师傅两口子 这种不断搅动的动作 和滚滚而起的蒸汽当中 我们实际上已经明白 这个过程是要炼干面浆中的水分 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提炼技法 用火加热水 再用水蒸干水 最终面不见火 面还要丢掉水 看起来心生赞叹 想起来又智慧无边 的确是我们在面石制作中 所见到的最富创造性 和想象力的工艺流程 这样的工序的尾声 这两锅面浆的形状发生了改变 从最初的水迹变成这样的膏状 颜色也开始变得洁白起来 玉面的神奇 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显现 这一道工序的完结 预示着玉面的制作成功了一大半 为了让滚烫的面团冷却下来 锅彩霞要用刀把它剔成小块 但紧接着要在它冷却之前 把这些面块揉到一起 在妻子揉面的过程中 王师傅重新把锅恢复到单层 重新烧往炉火 等待下一道工序 揉好的面团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提炼 但这面团还没有成熟 最后让这面团成熟的工艺 是传统而又简单的技法 蒸制 一笼一笼 洁白整齐的大面条子上锅了 但还有一些做成这样的小块 热气很快将这些 经过细心加工的面块包裹 当最后一笼面筋也上锅之后 蒸制的过程可以开始了 为了让这笼屁岩石密不透风 王师傅用一团面块做粘合剂 封住笼屁的接缝 接着他加大炉火 这一笼一笼的玉面开始成熟 一个半小时以后 王师傅的玉面做好了 趁着玉面还没下笼屉 两口子又齐心合力 把最后放在笼里的小块玉面 用这和洛基子压成玉面条 原来玉面也可以做成面条的形状 不过在吃法上 他又朝着和洛的路子上去了 好了 看看最后成熟的这些玉面块吧 经过洗 电 炼 揉 蒸 等多道工序 最后成为这样 洁白 通透 瓷式的吃货 这样 玉面的又一个名称显现了 那就是玉面 看看 就是这通体透亮的玉面 就是这 必须经过沉淀的玉面 就是这 经过皇宫 养育过无数帝王和百姓的 兵线 玉面 养育过无数帝王和百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